上一世,我中了彩票,被男友残忍杀害,只为独吞彩票,这一世我没有再坐以待毙,选择主动出击,收集前男友的各种犯罪证据,不料前男友仍想陷害我,想联合我的上司,靠拍我的裸照要挟我,最终我把他们送进监狱。 我中奖了,一千万,开奖的时候我以为又是我陪跑的一次,直到我揉了揉眼睛。这不是做梦。我开心雀跃地欢呼,奔向厨房那个正在忙碌的身影,老公,别煮饭了,我们今天去吃顿好的。 他转过头一脸错愕,似乎是想不明白,平日节俭抠门的我今天,为什么提出要下馆子。我这正在煮着那宝宝,你这是怎么了? 他关切地询问我,我朝他甩了甩手上的彩票,他眼睛里瞬间跟我一样绽放出光芒,嘴角也向上扬起,略带犹豫地问我,中了? 我抱着他,跳在他身上,开心地叫嚷着,中了中了。一千万呢?够我们结婚买房了。 他扔下手中正在择的菜,环绕住我的腰身,抱着我转了一圈又一圈,直到他觉得累了,才停下,那我们今天去下馆子。 火锅店里生腾的雾气,让我们看不清彼此的面容,吃着吃着,他突然开口问我,小鱼,我一直没有跟你说,因为我觉得之前我们两个都过得很拮据,我也不想给你造成太大负担,其实我妈生病了,住着院呢,要做手术,要花很多钱, 我能不能先跟你借一点?他问得小心翼翼,我瞬间开始心疼。 我们俩都属于是穷人家里出来的小孩,一般不会往家里要钱,虽然我们每个月赚的不少,但还是过着很拮据的生活,一来是还要往家里有钱, 二来是我想跟他一起攒我的彩礼钱,他家比我家穷,他是他妈好不容易供出来的,现在他的妈妈生病了,我觉得用钱无可厚非。 我们之前怎么能说借呢?阿姨生病要多少钱,我到时候对碗奖,直接转你。 我放下手中碗筷,关切地说着,他吞吞吐吐了好久,才说了一个数字,一百万。 喧闹的火锅店仿佛瞬间安静了,只剩咕嘟咕嘟的火锅响着。 这么多?阿姨生的病很严重吗? 想到可能是阿姨得了什么重病,我接着追问,这生病之事可大可小,这一百万的治疗费,想来是得了什么重症吧? 你不想借就算了,我再想想别的办法。 他的脸一沉,我的心被滴溜起来,可能是触及他的痛处了。 我急忙到,别别别,万一这病差一会儿别耽误治病了,这可是一辈子的事。 他见我松口,于是又说道,那银行大额转款很慢的,你把彩票给我,我去对讲,把治疗费用交了我再把剩下的存入我们的结婚基金里。 这笔结婚基金一直是他在管,他一直说我面向不好,管不好钱,于是每个月的工资发下来,我把一部分汇回家里之后,剩下的全给了他存进结婚基金里,我一直很信任他,所以从来没有看过那笔基金。 想了一下,最终将那张彩票递了出去,对爱人要毫无保留,我相信他对我也是。 火锅吃着吃着,服务员上了一道海鲜拼盘,我闻着味道有些反味,一时间以为是店家上了不新鲜的菜品,可我看见他接过拼盘大块朵頤的样子,不由地怀疑自己。 这新鲜吗?他擦了擦带着油渍的嘴,以为是我不高兴了因为没有紧着我吃,连忙把那盘海鲜端到我的面前,我没忍住那股恶心的感觉,急忙奔向厕所,乌拉一声将刚刚吃的食物全都呕了出来。 跪在马桶旁边缓了好一会才觉得自己活了过来。 想了想自己好像也没有吃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此刻手机里记录月经来临的软件发来提醒,距离您上次姨妈来临,已经过了两个星期。 可是我这个月压根没有来月市,之前一直以为是为了赶项目熬到失调,可现在想来很有可能是怀孕了,暗自决定等会儿去家楼下的药店买个验孕棒。 在中彩票之前,这个孩子很有可能会成为我们的负担,但是现在有钱了,我俯上小腹,心里面有一处柔软的地方生根发芽。 走出厕所,我没有跟林峰说,我想等确定怀孕了再跟他说,我相信他也会很开心的。 他等在厕所外面,一脸关切,给我递了一杯温水,看着我明显不是很好的脸色,没事吧? 我摇摇头,没事,我们先回家吧,等会我去烫药店买点味药,可能是火锅太辣了。 他点了点头,公司来了电话,等会我要先去处理一些事情,你自己回家可以吗? 正合我意,于是在火锅店我们分道扬镳,可是我没想到,他压根就没有回公司。 你好,我想要一根验孕棒。 我朝着柜台的大姐喊,他给我递了一盒厌孕棒,眉眼之间好像有一抹愁容,我是店里的老顾客了,每次我都会来店里买避孕药,因为林峰说带套没有感觉,于是每次都是我吃事后药,我们做的次数多,我买的药也多,于是跟柜台大姐就熟络起来。 妮儿,哎,算了他摇摇头,把厌孕棒递了过来,我扫了马,没问他想说什么,有些东西人家不说就不要问,朝他笑了笑,就走出了药店。 可是,如果当时我多嘴问他那一句,也许我的命运会完全因此改变。 走回家里,按照说明书上的流程错了一遍,一看果然两条杠,心里生疼一种奇怪的感觉,想到我的怀里正在孕育一个新生命,莫名的喜悦还有出为人母的紧张无措在我心中反复打架。 此时此刻,我最想把这个消息跟林峰分享,他是我怀中胎儿的父亲,他肯定也会很开心的,于是坐在客厅的小沙发上,等着他加班回来, 畅想着我们一家三口未来的美好生活,傻笑了很久,直到沉沉睡着,我都没有等到他。 梦里,我们一家三口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可梦总是相反的。 我很快迎来了我的噩梦。 二在我们去领彩票之前,林峰说要给我一个惊喜,正好我们的周年纪念日到了,他预定了一间山中的民宿,我也正好想告诉他,我们将会有一个可爱的宝宝。 心中怀着无尽的期待兴奋,我们到了他预定好的民宿,深吸了一口大自然的味道,神清气爽。 宝宝,我们先去看看我们的房间吧。 他拉着我的手,我们往民宿走去,老板把钥匙拿给我们之后,就匆匆走了,让享受着我们的二人世界。 房间很大,还有落地窗,可以将外面的风景一朗无遗,我抱着他的脖子,像小鸡啄米似的一下又一下亲在他脸上,可他却皱起了眉头,在我亲了一会之后直接将头偏了出去,好像不舒服一样。 我察觉到了他的情绪,于是小心翼地问,你是不是不舒服? 他拖着我的屁股,轻轻将我放在沙发上,盯着我的眼睛,我被他盯着发毛,他却直接将我推倒在沙发上,霸道地在我的唇瓣上索取,手不老实地想要解开我的衣服。 我按住他的手,虽然很想在一个浪漫的时候跟他说这个消息,但此刻我显然不得不讲出来,我们有宝宝了。 他的手一顿,看着我的眼神越发幽深,像一条沾满毒液的毒蛇,让我觉得很不舒服,这一面的他,我没有见过。 你怀了? 他猝着眉头,似乎对这个未出世的生命没有那么欢喜。 我心中一慌,握着他的手,你不喜欢吗? 他变了脸色,宠医地摸了摸我的头,没有啊,只是我们还没有订婚结婚,我担心你害怕。 但是很快他就把他的手收了回去,似乎是沾到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一样。 我去准备一下饭菜,你也饿了吧? 他讨也是地跑到厨房。 在我看不见的角落,林峰拿着那把菜刀,用磨刀石有一下没一下地磨着,看着那把刀出神,同时也在心里暗自下了一个决定。 那天晚上,我们吃得很尽心,他的厨艺一向很好,吃饱之后我很快就困了,以为只是像往常一样发饭晕,随意洗漱了一下就躺在床上昏昏睡去。 再次醒来,是被剧烈地痛一痛醒的,黑暗里我看不清楚是谁,只见一把发着冷光的刀朝我劈来,我下意识喊了一声,老公。 他的动作突然停住,可没有一会儿,那把刀就落在了我的身上,很痛,我几乎痛晕。 但想到肚子里还有一个生命,我尽全力蜷缩着我的身体,可似乎没什么用,还是疼,肌肤的每一寸疼痛都像阎王所命。 见我没了呼吸,男人这才停了下来,他手心全是汗,怪就怪你自己,连我都信。 都说人死了之后耳朵还能听得见,可我听见的声音,分明就是林峰的。 在睁眼,发现我已经变成一缕幽魂,看着林峰没有带一丝感情地剁着地板上的骨头和肉。 我知道,那是我自己。 我看着他把我抛尸在深山老林中,吹着口哨往回走。 我看着他跟民宿老板撒谎说我那小性子先回了家。 我看着他和另外一个女人从医院里一起走了出来,走回我和他的家里,做着一切我和他曾经做过的事。 我看着他挥霍着那一千万,看着他过得一生顺遂。 我心里真的好恨啊,我恨他如此无情,更恨我自己当初为什么要相信他,如果能重来一世,我想让他过得无比凄惨,让他身败名裂。 老天啊,请你睁睁眼吧。 零次隐瞒或许是老天爷开眼,我重生了,重生在中彩票前的一个月。 林峰刚从公司回来,看着他面若桃花,走路带风,我就觉得恶心,或许他跟那个你的早就已经好上了,把我瞒在鼓里,只等那一天就把我蹬了吧。 没想到上一世我居然中了彩票,为了独吞那张彩票,他们可是想得心都黑了。 宝宝,我今天在公司加班,所以回来晚了,你不会怪我没时间陪你吧? 他伸手想要把我抱住,被我有意识地逼了过去。 我在心里暗骂,就你这笔样,还想脚踏两条船,我当初真是眼瞎了,看上你这条发情的狗。 但是表面上还是笑意吟吟,没事啊,毕竟你也是在为我们的未来拼搏,我怎么会怪你? 不过是在别的女人床上拼搏罢了。 他被我逼了过去也不挠,只是挠挠头,觉得我在使小性子,哄一会就好了。 对了,最近公司有一个大项目要我跟进,这段时间可能都要住在公司里了,你自己一个人可以吗? 我实在不想每天下班看见他这张让我做偶的脸,随便编了一个借口,跑去公司住。 他愣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这样啊,那宝宝要注意身体哦,不要忙坏了。 我点了点头,然后一个人收拾了一下,跑到书房去住,今晚我睡书房,我要熬夜查资料,我怕太晚影响你睡觉。 其实只是想离你远一点而已。 没等他反应我就把自己反锁到了书房,前世的阴影让我不敢跟他独处,谁也不知道文质彬彬的他,下一刻是不是就会拿起刀朝我砍来。 前世的我或许就是在这个时候怀了孕,总而言之这段时间离他远点总是好的。 一个月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这段时间一直住在公司租的公寓,过得还算踏实,循着上一世的记忆,我走到熟悉的彩票档口。 跟上次不同,我买了一打彩票,不出意外刮到了那张一千万的彩票。 按下心中的狂喜,在微信里跟林峰说,今天我请吃饭。 他的信息马上跳了出来,怎么? 中奖了。 我? 对啊,你怎么知道? 忽然他不回我了,我心中有个隐隐的猜测,如果我能重生,那想必别人也一定可以。 这时我的背上冒了一层薄薄的冷汗,如果他也重生了,屏幕上跳了出来一行字,我猜的。 我接着回复,那你再猜猜我中了多少啊? 我猜,中了一千万。 几乎是没有停顿,他马上就发来这么一条信息。 赶紧喝了一口水,想要压下去心中的惊涛骇浪,没有,就中了一百。 我什么时候运气那么好了,你还真会想呢? 我可是路上踩到香蕉皮都会不小心滑倒的人。 再也没有对话,那张一千万的彩票也再次成为了悬在我脖子上的一把刀。 那天晚上我们去吃了街边的麻辣烫,他问我,你真的没有中一千万? 三大眼底急切的欲望几乎要将我吞噬殆尽,我摇摇头,故作无辜,我要是有一千万肯定第一个告诉你好不好,再说我哪来那么好,命中一千万呢? 他没再说话,只是眸子冷静下来,审视着我,好像我只不过是他的一个犯人。 你这么看着我做什么? 中文一百块就知足吧。 好歹,今天还有麻辣烫吃,谁知道明天还有没有的吃。 一语双关,他倒是噎了一下。 想来那一千万,他咬定是我中了,为什么这么肯定呢? 无非就是他已经知道了未来的走向,不过这一次跟他上一次走得不一样罢了。 去领彩票那天,我打扮得严严实实的,穿了一身青蛙服,没有接受采访, 看着银行卡里扣完税之后仍是巨款的数字,还是有一种被钱砸了的眩运感。 可对于现在的我来说,怎么搞垮林峰显然成为了我的短期目标。 有道是有人打瞌睡,有人送枕头。 林峰像上一世一样,跟我说了他妈妈得了重病,要钱治疗。 我们不是有结婚基金吗? 你用结婚基金里的钱,我没关系的,人命重要。 我故作大度地跟他说他可以用结婚基金里的钱给他妈妈治病,可我比谁都知道,那比结婚基金里早就没有钱了,那些钱全用来他和小三开房了,怎么还会有钱治病。 更何况,他妈根本就没病,这不是正精神抖擞的,来我公司里闹吗? 我来找我儿媳妇,今天我见不到我儿媳妇我就不走了。 他坐在前台的地板上打滚,前台小姐有些为难,这还是他上班第一次遇见这种事情呢。 老太太,你这是做什么呀? 你要找你儿媳妇,你也要告诉我们你儿媳妇是谁呀? 前台小姐耐心地滴了一杯水过去,她直接就打翻了,撒得一滴都是。 我不喝你们的水,我儿媳妇叫余韵,你们快点把她叫出来。 她欺负老人,欺负到我的头上来了呀。 老太婆声音响亮,几乎所有人都能听到。 我自然也能听见,再装死不好,于是我走了出去,站到她面前。 这还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她没认出来我,还跪在地上巴巴地求我叫她儿媳妇出来,像挤了一条赖皮狗。 我就是余韵,你有什么事就在这里说吧。 我看着她从跪着趴在我的脚面,倒像碰了一块烙铁似的,弹了起来不过一瞬间,不就是看戏吗? 我不介意让所有人都看,看看究竟是谁更丢脸。 就是你这毒妇,我生病住院,你不给钱。 一点都不孝顺老人,你这种人,我又怎么会让你进门? 她还委屈上了,那哭的腔调好像是在给自己哭丧。 我装作稀里糊涂,阿姨,我还没进门呢? 就要往你们家里贴钱了。 她听了我的话,做事要拧我耳朵,我往旁边躲了一下,许是没控制住力道,她一下子就朝地面摔了下去,摔之前还在空气中乱抓,让人看了害怕。 刚落地,马上就有人来扶她,大家都在看戏,反正上班也是无聊,都不介意充实一下自己无聊的生活,那老太婆坐在地上不肯起,哭着诉说我的一条又一条罪状,抽抽耶耶,如果不说别人还真以为我对她做了什么呢? 我没有不给你看病,我现在身上一分钱都没有了,我上班的工资都给了你儿子,你儿子要是不给你交住院钱,我能有什么办法,难道我还架着把刀到她头上? 我声音利落,朝着办公室的方向喊,她撒泼,我还要讲理呢? 听着办公室里的窃窃私语,老太婆脸上没有光,接着嚷嚷,要不是你蛊惑我儿子,她又怎么会不给我交住院钱? 我摇摇头,把微信里的聊天记录一条一条念给她听,也是念给办公室里的同事听 我妈生病要用钱,那怎么办呢?老人身体最重要 我现在手头没什么钱了,不是还有结婚基金吗?我每个月都给你打钱,应该有很多存款吧现在 没关系的,你先用里面的钱,结婚的事情往后放放,彩礼的事情我再想想办法 不只念出来,我还手滑转到了公司大群 老太婆接着吵,可大家看她的眼神多了一分厌恶,看我的眼神多了一丝可怜 真是活该她儿子不给她教手术住院钱 林峰妈妈肯定是不知道我工作地点的,至于是谁告诉她的? 有待考究 如果是林峰告诉的,想来这一世她看不到我身上的价值 所以决定用这种方式逼我离开她,好让她和小三美满在一起 但如果是那小三通风报信的话,那看来她是等不及要跟林峰在一起了 任凭林峰她妈怎么在地上撒泼打滚,我都不为所动 只拿起电话,想让林峰快点把她妈接走 不然我只能叫保安用武力把她抬出去了 喂,林峰,你妈来我单位闹了,怎么回事 我之前不是跟你说结婚基金拿来给你妈治病吗? 我故意装作不知道,电话那头呼吸一致 连忙说,你等一下,我马上过去 林峰她妈眼见形势不对 上前一把把我手机夺了过去 儿啊,你可快点来,这毒妇她就是不想让你给我交治病钱 你再不来,妈就要被她逼死了呀 不知道林峰跟她妈说了什么 总之老太太总算安静了下来 就坐在前台的沙发上,趾高气昂 看着我的时候眼神里充满了不屑 挂完电话更是毫不客气地把我的手机摔到了地上 那不用了好几年的手机直接被摔得黑了平 刚好可以换手机了 林峰急匆匆地赶到我工作单位的时候 她妈正翘着二郎腿有一下没一下地晃了 妈,你怎么来这里了 怎么不好好在医院待着 肆意进门她就看了我一眼 安抚住我,马上就去质问她妈怎么乱跑 我在旁边安静如鸡 谁知道这一幕是不是又是演给我看的 我这不是过来给我自己讨个公道吗 难道你要眼睁睁看着我死了才好 她妈的声音又尖又亮 领导办公室都能听见 我摇摇头 这都不用我赶 很快就会有人把这两尊大佛请出去 林峰压低声音 你这不是胡闹吗 你听谁说的 我们不给你交医药费 我继续沉默 沉默是今 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沉默是我手中的武器 老太太噎住了 似乎不知道该不该说 但看了我一眼 很下心来说 我住院的时候护工小吴跟我说的 我表现出疑惑 林峰什么时候给你请的护工 他怎么从来没有跟我说过 林峰的脸色变得很难看 只是吞吞吐吐 我这不是看我们这段时间都很忙吗 所以就请了一个护工照顾我妈 这样我也放心 我看不是请了一个护工 是请回来一个会吸人魂魄的狐狸精吧 没有拆穿他们 只是表示我知道了 然后开始好言相劝 阿姨 你看我们都请护工了 怎么还会不给你交治病钱 你放心好了 我们一切都会以你为重的 我的钱都在林峰那儿 你要是生病了 林峰不给你钱 我一定会好好骂他 又扯皮一会儿 最终以我的领导 出面说他们妨碍公务 这才把这两尊大佛请走 办公室里领导长嘘短叹 我低下头不吭气 可还是没忍住 你要是想骂就骂吧 领导 以后我一定注意影响 领导摇了摇头 你出去吧 别再有下次了 家里的事不要带到公司来 我点了点头 马上就转身出门 林总还不忘把门带上 虽然中了彩票 但我还是需要一份工作 坐吃山空永远都不会是我的风格 在公司里住的这段时间 我找了私家侦探 搜集林峰出轨的证据 还在家里装了微孔摄像头 当然也不出我所料 林峰果然没忍住 把那个女人带回了家里 真是够恶心的 前世的我死了之后 看着他们琴瑟和鸣 这一世的 我为了搜集证据 看着他们一步步脱光 听着林峰对那个女人 说着海誓山盟 证据搜集够了 我也就搬回去了 这场好戏终究是要开场了 没有跟林峰打招呼 提着行李回去那个房子的时候 林峰看着我猛了 似乎没想到我居然还会回去 结结巴巴地问我 你怎么回来也不跟我说一声 我也好出去接你啊 我摇摇头 装作腼腆 我想着你公司也有事要忙 就没打扰你了 他干干巴巴地陪着笑 说去给我拿水的时候 掏出手机在聊天页面点点画画 想来我应该坏了某人的好事了 现在正通风报信呢 结果他倒的水 不动神色抿了一口 又悄悄吐了出来 毕竟谁也不知道 面前这个男人会不会给我下毒 上一世的前车之剑 让我不得不防 那一顿插了麻药的饭 我永远都忘不了 突然门铃响了 林峰看起来很紧张 我故意起身准备去开门 他倒是像一个旋风陀螺 直接跑到门口 叫门开了一个小缝 小张 你怎么来了 我就站在林峰身后 看着他拙劣的演技 心里吃笑 演得真特叠甲 林哥 不是我们约好了吗 门外的小张歪着脑袋 看来他是没有收到信呢 我也学着他歪脑袋 真诚发问 林峰 他是谁呀 看着林峰的背 明显一僵 同事吗 怎么人家上门 你不让人喝口水 那个女人听见我的声音明显也慌了 没想到我在家吧 这些日子 这对野鸳鸯在这个房子里 不知道过得有多潇洒滋润 林峰没有办法 只能把门打开 把他请了进来 小姑娘长得很水灵 也会打扮 看起来就像隔壁邻居的清纯妹妹 嫂子 我是来给林哥送文件的 我还有事 马上就走 可是他哪里带了文件 他来的时候可没想到会被抓包 更不会想到准备文件 在包里翻了半天 愣是毛都没翻出来 我也不急着戳破他们俩 只是笑眯眯的让他把这里当自己家 零食随便拿 渴了就喝水 看着他们如坐针毡 心里更是无比爽快 这场额外加的戏 甚是精彩 小张没有做多久 就找了个借口走了 林走的时候还不忘给自己找步 林哥 这次我出来的急忘记带文件了 改天我再拿过来 这改天 怕不是改在我不在的那一天吧 送完小张 林峰转过身就抱着我 宝宝 好久没见 你都瘦了一大圈了 我任由他抱着 心里却一直暗骂 真是晦气 附和着他演完这场戏 在浴室洗澡的时候 恨不得搓掉一层皮 晚上我们俩躺在床上 我问他 你什么时候向我求婚 我快等不及都成老姑娘了 他捏着我的手 很快的 宝宝 一阵恶寒 却还是忍住了 为了我的复仇计划顺利开展 中了彩票之后 我一直四处看房 由于不定是留在大城市 还是回小县城 纠结了很久 最终决定在大城市买一套房子 再拿剩下的钱回老家翻新自建房 拿到房本的那一瞬间 我心里是说不出来的踏实 虽然是一套二手房 但剩在地段好 重新装修之后 还剩百来万块钱 但所有这些 我没有跟任何人说 包括我的父母 我和林峰都是在同一个行业 做的不同领域 所以我们工作上和生活中 都有很多共有 偶尔也会小聚一下 明天是周末 我和林峰准备跟好友们 一起去公园露营 在朋友们的眼中 我们几乎是这个圈子里的 模范情侣 林峰是一个好的情感伴侣 会世世照顾你 体谅你的情绪 对待异性有边界感 而我就是传统观念下 教育出来的贤妻良母 持家能干 温柔贤淑 几乎是让所有人 都羡慕的神仙眷侣 所以我很好奇 当我向他们揭开 林峰伪善的外表之后 他们会怎么想呢 露营的那一天 朋友们看向我的神色 都有些怪异 直到音乐响起 朋友们将一束束 鲜红玉滴的玫瑰花 塞到我的手中 我这才大概明白 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 我笑得灿烂 以我的计划又进一步 如果不是上一世的教训 可能看见这个场景 会激动地发疯吧 可现在却有一种 置身事外的漠然 仿佛被求婚的不是我 我看见林峰在人群中央时 脑子里的想法 像脆了毒一样 我实在是太恨了 恨不得将他抽筋八股 我咬着牙 几乎要将牙咬碎 他单膝跪地 从兜里掏出一个丝绒盒子 眼神真挚地问我 于韵 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 我强迫自己流出眼泪 后来发现好像不行 索性放弃 直接将右手伸出去 示意他为我戴上 当那枚戒指套在我的无名纸上的时候 心中竟是毫无波澜 他自以为深情地在我的手背上 落下一个吻 而我却因为这个吻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周围的朋友欢呼着 而我却不知道 他们究竟在高兴什么 或许是在庆贺这个世界上 又多了一个任劳任怨 且不要钱的保姆吧 思绪飘荡着 突然眼角余光 瞟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站在公园的湖边 远远望着我们 林峰也看见了 他握着我的手开始出汗 紧接着就听见扑通一声 周围的人群惊慌失措 纷纷大喊着 有人落水了 有人落水了 好友们都往那个方向看了过去 人的本性就是看热闹吧 大家都抬脚往湖边走去 林峰却是定在原地 好像田野里的稻草人 天生就是驻扎在那个地方的 而我知道他在害怕什么 甚至可以猜想出来 他恨不得他马上就被淹死 这样就没有人知道他做的那些肮脏事了 那个小张 真是可悲啊 摊上了这么一个恶毒的禽兽 最终的结果还是没能如林峰的愿 救护车来的时候 小张已经被人从河里捞上来了 只是看起来还不太清醒 吴宝宝 虽然我现在还是没有什么钱 但是我一定会给你最盛大的婚礼 林峰牵着我的手 我们一起漫步在梧桐树下 看起来浪漫又美满 这是我曾经最幻想度过的日子 可是现在不是了 我握着他的手掌 我们一起传的婚礼基金应该有不少钱了吧 他的脚步一顿 是在想说些什么来应付我吧 在心里扯了一个讽刺笑容 钱都被他和小三都霍霍光了吧 更何况他还有一个生着病的妈 我妈生病花了大半 我实在对不起你 但是我一定会尽我所能给你最好的 他真诚的眼睛与我对视良久 我长叹一口气 似乎是妥协一切 可我知道 我没有 我不过是一株兔丝花 缠绕在他的身上 我会吸收他所有的营养 最后看着他死去 这才是我 侦探事务所内 于女士 这些是我查到的所有资料 您看看 侦探将手中的材料 推到我的面前 打开了摆放在会议室内的投屏 展示着他这段时间 搜集到的所有信息 我翻看着手中的资料 听着他给我做着汇报 您的先生 也就是我的调查对象 林峰与张婉珍小姐 表面上是属于同事关系 私底下却有密切的不正当关系 您的准婆婆在住院的这段时间 一直由张小姐照顾 包括上次您让我调查 是谁向您婆婆透露 您的工作地址 我也查出来了 是张小姐 我看着跟前世大差不差的资料 揉了揉眉心 这一世 这手好牌 我不会再打稀烂了 还有一个据我调查出来的 林峰先生利用职务之变 农用公款 而且还与合作公司有不正当交易 在合作期间 吃两家公司回扣 侦探播放着一闪而过的证据 我急切地问他 这份证据可以给我拷贝一份吗 他眯了眯眼睛 像个奸商 这可是另外的价钱 多少钱 无论多少钱我都出 一旦掌握了这个证据 就相当于拿捏了林峰的命门 把它送进去 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出了侦探事务所 我紧紧攥着手里的U盘 看着街上川流不息的车辆 还有云卷云书 心中一个大胆的计划逐渐浮现 回到家里 我催着林峰举办婚礼 理由是我想办草地婚礼 但是如果入冬 就会穿得很臃肿 我想在婚礼上美美的 可是又不想等到太晚 他想了很久 最终还是答应了我 我也跟公司那边请了假 专心备婚 看着我剪的小视频 几乎把林峰和张婉珍 认识的点点滴滴 都剪在了一起 无论是在我的房子里恩爱视频 还是张婉珍照顾林峰的妈妈 或是他们在微信上 暧昧的聊天信息 我相信 这一定是一份大礼 最终 我们结婚的时间定在一个月之后 我爸妈知道之后 还数落我们 办得未免太仓促了些 但还是默认了我的胡闹 跟着我一起制作情帖 给家里的亲戚 来的人越多越好 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 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和林峰商量之后 决定婚礼由我操办 他只负责结账 但是我没有过问他 还有多少钱 他也从来没有跟我说 预算到底在哪 想来他也不敢跟我讲 那些结婚基金究竟留到了哪里 婚礼的请帖 递到别人的手里时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 对我表示了祝福 我礼貌回应 只说他们那天要是来了 一定吃好喝好 我一定把他们招待好 这个请帖 我也给了张婉珍一份 借是他来不来 都是他的选择 是婚纱和西服那天 我爸妈和他妈 才算是正式见了面 他妈看起来精神不少 面色也红润许多 但是看向我的时候 眼底还是有一抹熟悉的敌意 趁着我是婚纱的时间 三位老人在外面聊起了天 林峰他妈掀起的头 亲家呀 你们妮儿跟我们家那小子谈了可久了 也一直没问你们那嫁妆怎么取得 我爸紧张地搓了搓手 一副憨厚老实的模样 还是我妈反应快 我们家不看重彩礼 嫁妆就随彩礼一起给 彩礼给多少 嫁妆他妈顿时跳脚 怎么这样呢 你们嫁女儿可不就得出多点 女儿可是赔钱货 嫁到我们家没嫁妆 可是会被人看不起 戳几两股的 我妈看这情况不对 连忙反问 什么女儿就是赔钱货 你这话的意思是 你们家是要不出一分彩礼 我在十一间什么都听不见 等我穿好婚纱 走出来的时候 我妈和林峰他妈已经开始掐架 我爸想要把他们分开 拦在中间 帮着我妈 林峰这个时候也换好了西装 出了示意间 就看见他妈坐在地上嚎啕大哭 说我们家穷了抠嗖的 上赶着他家儿子 还不出嫁 眼见情况变得更加混乱 我穿着婚纱行动不变 只能眼神示意 林峰把他妈从地上捞起来 他也觉得大庭广众之下 他妈的哭嚎丢脸 一个箭步冲上去扶着他妈 小声把他哄起来 我妈见我出来了 连忙站到我身边 挨压老鱼 你看咱们闺女就是好看 不知道便宜了哪个癞蛤蟆 林峰的嘴角抽了抽 他妈嗓门如雷 你说谁是癞蛤蟆 亲家饭可以乱吃 话不可以乱说呀 我妈没搭理他 问了旁边导购这身婚纱多少钱 导购不知所措地站在旁边 还没反应过来 嘴巴就已经习惯性地抱了一串 你是 这一套下来是六万八千八百八八呢 我们还附赠婚礼上的跟装服务 林峰他妈也听到了 这么贵 你不如去抢 我就说你女儿是赔钱货吧 我妈气不打一出来 我爸更是把我拦在身后 亲家 照你这么说 你也是女的 你也是赔钱货了 他妈一时被噎住了 只能换个方向攻击 你女儿已经被我儿子上过了 可不就是遭见玩意儿 气氛一时凝固 我转头看向林峰 用了我百分之两百的演技 酝酿出一点泪意 你也是这么想的是吗 他急忙摇头 我妈把我推进市一间 乖女儿 错过这一个咱们还会遇见更好的 你听妈一句劝 这婚咱们不结了 六回了家 爸妈和我坐在沙发上开着会 我执意要结婚 他们俩极力劝说我 你嫁过去也不会幸福的 孩子 我执着水杯 温热的水透过杯壁 向我的指尖传达热量 爸 妈 这婚我非解不可 他们见我这样的像头驴 只是摇摇头 不断叹气 那你想什么时候回家 就什么时候回 爸妈永远是你的后盾 想到上一世 我还没有让他们享受天伦之乐 就被奸人所害 这一世我一定要让作恶的人 得到应有的惩罚 婚礼在酒店的草地上举办 放着舒缓的音乐 我斜着爸爸的手进场 如果是上辈子 我一定会高兴的不能自已 但现在看着眼前的一切 我只想按下倍速键 将一切快进到他的奸情 被戳破的一瞬间 台下坐的 由我们业内的同行 我和他的同事上司 亲戚朋友 熟悉的面孔 一一从眼前闪过 直到我看见 坐在最后面的张婉珍 他穿着一袭白色长裙 画着素淡的妆容 眼中闪过悲戏 这不是巧了吗 主角都到场了 这场好戏也该正式开始了 思议是我找来的主持 他熟悉婚礼上的一切流程 因为这是我交代过的 尤其是张婉珍的脸 我强调他一定要认得 婚礼上的小游戏 一定要让他来上台 因为这才有意思 主持人果然不负我的期望 在蒙眼猜新娘的环节 把他也请到了台上 而这一切 林峰并不知道 他还以为只是从我们的 共同好友中 抽取几位女性 参与这个游戏罢了 一切就位 我站在台下 看着台上的林峰 一个一个扔过去 每一个都摇摇头 最终思宜让他选择的时候 他犹犹豫 我选第二个 台下的人正看着热闹呢 毕竟大家都看见我在台下 台上哪有新娘子呢 可思议还是大喊一声 正确 新郎官请摘下眼罩 让我们一起欣赏 由新郎新娘 给我们带来的甜蜜短视频 台下的人一连忙 摘下眼罩的林峰正高兴呢 却看见自己选的二号 正是张婉珍 我亲眼看着他的脸色 占红到煞白不过一瞬间 心里的快意 快从胸口呼啸而出 台上放着的是 我给他们剪的甜蜜视频 可我却还要表现出震惊 不解 失望 我都觉得 此刻不给我搬一个奥斯卡小金人 简直就是对不起我出众的演技 林峰愣愣地看着他们的大尺度视频 此刻发了风式的 关掉 关掉 日式AI换脸 肯定是有人想害我 可张婉珍却是破罐子破摔 风哥 我们在一起这么久 难道你还不明白我的心意吗 台下一片哗然 无论是我这边的宾客还是林峰那边的宾客 此刻都是吃瓜状 林峰他妈看起来倒是挺开心的 只有他儿子这么厉害 能玩两个女人 但还是顾及脸面 让在场的宾客赶紧走 我才不会给他这个机会 拖着不方便行动的婚纱 冲到台上 拿走主持人的麦克风 今天让大家看笑话了 大家都是千里迢迢赶过来 后厨已经准备好了食物 大家吃好喝好 我和林峰这婚算结不成了 今天结不成 以后也不会结了 你们今天玩得尽兴 我这边的亲戚后面 我会把随礼一一退回去 不好意思麻烦大家了 现场一片狼藉 在我爸妈的搀扶下 我清点好了礼金 返还给了各位亲戚之后 就回了家 至于那个烂摊子 谁爱收谁收吧 自从婚礼结束之后 林峰不断反复找我 但我都借口没有时间 后面被找得烦了 索性直接把他的电话号码 拉黑删除 各个社交软件平台 也取消了关注 婚礼上发生的那些事情 被一些好事的亲戚朋友 录了下来 发到网上 对林峰的评价 可谓是一片骂声 后面他也没脸来找我了 我这才得了个清静 趁着这段时间 我把父母接到了 我买的房子里 跟我一起生活 我们好像又回到了 小时候那种单纯美好的日子 我每天按时上下班 家里离公司近 不过是挤不路的事情 爸妈就在家里 给我准备好可口的饭菜 闲来无事 就陪他们去跳跳广场舞 沿着江边散散步 日子好不快活 但是老天爷怎么会看我 过得如此顺风顺水 总是想要给我点颜色看看 我的前上司 是一个精明能干的女强人 项目做上去之后 她也被调到总公司升职加薪去了 她走了 便空缺了一个位置出来 大家都在猜 这个位置会由谁来坐的时候 一个人就空降降到这个位置上了 我现在的上司是一个地中海 说话油腔滑掉 让人听了怪恶心 还总是喜欢开办公室里 年轻女性的色情玩笑 一旦她们生气 她就立马道歉 末尾还要加多一句 你不会是玩不起吧 大家对她都颇有微词 但是我没想到有一天 她职场性骚扰 能骚扰到我的头上 某一个天气晴朗的早上 我上身穿着一身深蓝色职业西装 里面搭配着白色衬衫 下身穿了刚好包裹住臀部 显露出完美线条的西装短裙 为了让我整体看起来比较协调 我还在脖子那里 多加了一条丝巾 刚走进办公室 我的手机就低都响了几声 正当我走回工位上的时候 新来的男大实习生远远朝我挥了挥手 于姐 你今天还真好看 大早上被夸谁不开心 于是我也礼貌回应 小子你今天也挺帅 他摸了摸鼻子 看起来有点害羞 我的手机又低都响了几声 等我坐到公位上的时候 打开我的WVX看有什么信息 要回的时候 发现大多数都是同一人发来的 发的信息简直不堪入目 你今天穿得挺烧啊 烧杯 我在办公室都能看见你的蜜色大腿 真是欠C 我就说你今天穿这身肯定是欲求不满 实习生哪有我的好使 来我办公室 我来证明证明给你看 我刚吃的早饭都要偶了出来 有些人从总部网下 调到分公司不是没有原因的 没有回他 火速截图 编辑好发朋友圈 丢人现眼的玩意儿 我是你妈千变万话 那张贱嘴我不介意撕烂喂狗 什么傻逼玩意儿 那条朋友圈仅同是可见 图片编辑的时候我没带上名字和头像 为的是给他留点脸 大家都默契的没有在我朋友圈下评论 而是点开了那个没有上司的小组八卦群 圈外人 啊鱼下划线鱼姐 你朋友圈里的那个是谁呀 良好市民是啊 鱼姐 快点说说 逼了呀我说 wan 不会是地中海吧 那逼老头年坏 上次我也被他骚扰了 鱼下划线晚上下班出去喝酒的时候说 其我刚发完朋友圈 地中海就把我叫到办公室 我就坐在工位上 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 领导 有什么话您在这吩咐就好 我们也没什么机密要交代吧 他压低声音 小鱼 你把那条朋友圈删了 对公司影响不好 可他声音压得再低也没什么用 外面这群人猴精 现在耳朵更是竖起来接收信号 而我更是听到了 还装没听到 领导 您大点声 我这听不见 说实话 要是在以前 我哪里有这个本事 敢和上面的人叫板 可现在有钱就有了底气 面对任何不合理的要求 我大不了就收拾铺盖滚蛋 还能顺便让别人也不好过 地中海捧着他那大肚子 拿我也没办法 只能气得回了他自己的办公室 指不定在想着 怎么给我穿小鞋呢 我也没搭理他 我的钱放在银行吃利息 都比我一个月工资高 他爱怎么给我穿 就怎么给我穿吧 很快就到了下班时间 我的那条朋友圈 还明晃晃地挂在我的首页第一条 因为群里说好了下午下班聚餐 所以临近下班的时候 我们小组都差不多收拾好东西 准备下班就冲 地中海看着我们集体准备一起走的这个架势 急忙跑出来 你们怎么就走了 才刚过下班时间一点点 鱼运 你管一下你们组 我连个眼神都没有给他 只是很平静地说 我们之前一直都是到点下班就走的 如果您看不惯可以开除我 然后按照正常的流程走 给我赔偿就行 毕竟我没有损害公司利益 其实我还有一个办法 我在的这家公司是一间外企 很看重劳动时间这方面的问题 如果写邮件反馈公司延长问题 简直一告一个准 地中海悲气半死 眼看着我们出了公司又拦不住我们 心里估计看得牙痒痒 我们一行人最终选择去了一家香菜馆 六个人点了七个菜一个汤 坐下来聊天的时候 小年轻竖着大拇指 余姐刚刚在办公室简直太酷辣 我们这一群人年纪相差不大 最大和最小的也差不过四岁 所以还算有话题可聊 饭桌上我们一边吃一边吐槽 最后发现地中海祸害了 差不多快半个办公室的姑娘 她不止祸害我们小组 还祸害别的小组 尤其是女实习生多的小组 简直就是灾难现场 这老逼灯真是恶心的嘞 跟我同一时期进公司的女同事怒骂 不是我说 是真特别恶心啊 组里的男大实习生听了皱眉 她还故意压着那些实习生的实习证明 不给盖章 给睡就盖 不给睡就一直拖着 这不是故意隔应人吗 年纪最小的女大实习生李依 趁着酒进把心里话都吐了出来 我听了一阵沉默 端起酒桌上的酒杯一饮而尽 我尚有可以辞职不干的勇气 可不是每一个人都像我一样 可以说不干就不干 心里闷闷的 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 公司茶水间 地中海 兄弟 你吩咐我做的事 不好下手啊 我左手端着马克杯 右手正准备拧开门把手 听见里面熟悉的声音 呼吸一致 动作停了下来 站在门外 直觉告诉我此时不应该进去 这有什么难办的 你只要把它上了 拍个裸照给我 事成之后我会给你一大笔钱 出了什么事我都担着 是林峰的声音 虽然声音很小 但是我能清楚分辨出来 那声音我烧成灰都记得 怪不得这几天 地中海总是给我发一些骚扰短信 无非就是让我跟他一起出去开房 每次点开对话框都觉得恶心 但是又怕遗漏什么工作内容 好几次想提辞职 却觉得凭什么是我离职 要走也应该是做错事的人走 没有走进茶水间 而是拿着我的杯子走回了我的工位 坐下的一瞬间觉得脊背发凉 但是很快我就冷静了下来 思考着接下来要怎么做 林峰的性格我知道 他现在这样做 无非是想要报复我罢了 一旦他的目的没有达成 接下来只会迎来他更加疯狂的报复 不如满足他的想法 我在一家很有名的西餐厅订了位子 承邀美女共进晚餐 骚扰信息每天按时发到我的手机上 我之前漠视 直接不回 可这一次不一样了 你是有老婆孩子的人了 为什么还总是喜欢沾花惹草 他没有正面回复我 只是说为了你 我可以离婚 孩子也可以不要 这样嘛 我考虑一下吧 我故作答应 过了很久 聊天矿谈出一个地址 还有一个 那我们今晚七点 见我恶心到反胃 不过 复仇这件事 我等不了明天 高级餐厅内 我看着餐厅高档的装潢 以及琳琅满目的菜色 心里不禁暗自吃笑 林峰还挺大手笔 为了我这一张裸照 还真是下了血本 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 可从来没见他带我来这种地方 现在倒是舍得出钱 让别人带我来 地中海很快就进入主题 掏出一张房卡 桌底下他的脚 几乎要吸在我的腿上 今晚办了正事 你就是我的人了 公司里我罩着你 你看谁不爽跟我说 保证给你办得妥贴 包里的录音笔记录着 他这油头满面的样子 我相信很快就会出现在 公司各大高层的电子邮箱里 酒足饭饱 他就扯着我要去房间 我事先叫好了小组里的实习生 如果我没有及时出来 他马上就报警 让警察来处理 进到房间 我让地中海先去浴室洗一下 他还乐呵地 想牵着我的手进去 我把我的手抽了出来 这不是害羞吗 总得有个过程吧 老板 他屁颠屁颠就跑去了浴室 急不可耐地在外面就脱掉了衣服裤子 我看着他落在外面的衣服裤子 用手捏起一脚 就丢到了房间外面的垃圾桶里 他洗得很快 出来的时候下面只围了一个浴巾 不过堪堪遮住 我用手挡着他 将微型摄像机架在我俩中间 是不是只要我这一次顺从你 以后你在公司就不会再为难我 我哪有为难你 这不是你不懂是吗 以后你就是我的人了 我当然会好好对待你 他的手不老实的 就要往我身上摸 我躲开 那你在公司睡了这么多漂亮的女实习生 这一次做完 说不定你就验了呢 我哪里会验 我最喜欢的宝贝就是你 让我轻一口来吗 他的丑脸在我眼中无限放大 我强忍着恶心 跟他说 我刚刚出去外面看了一下 走廊没人 为了追求刺激 不如我们去走廊坐 他似乎是没想到我会说出这种话 于是眼底的邪恶更添几分 原来你玩得这么花 我当然可以 听我宝贝的 我让他蒙着眼睛 我准备一下 快速地把包里的录音设备掏了出来 放在口袋里 想着摄像机已经录好上传 就拉着他出了房间 出门的时候 我顺便把房卡拔了出来 在身后使了力气掰弯 地中海走在前面 还开心地哼着小曲 我把房卡顺手扔了 就开始大喊 来人哪 救命啊 走廊里有色狼啊 地中海回头 眼神里闪过一丝不解疑惑 但很快就转变成了惊恐 想要扑上来 按住我的嘴 我哪里会任由他拿捏 蹬着我的高跟鞋 就在走廊里狂奔 正巧跑到拐弯处 遇见了一个搞卫生阿姨 阿姨也是一个热心肠 操起扫把 就往光溜溜地地中海身上招呼 这动静让这一层的客人 都打开房间 看发生了什么 一开门 就看见了一个白花花的人 倒在地上 配上旁边瑟瑟发抖的我 几个大哥冲上来 就挟持住了地中海 电梯盯地响了一声 所有人都忘了过去 门缓缓打开 众人定睛一看 这不正是伟大的警察叔叔吗 那天晚上 地中海应该在派出所 度过了他最难忘的一夜 实习生在楼下等我 看见我的时候 他几乎是热泪盈眶 于姐 你简直太勇了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 故作沉稳地说 这还不是小意思 为民除害 走 姐接个开心 我们撸串去 得亏是他及时打了报警电话 不然今天这事也不可能办得这么漂漂亮亮 说实话 我当时在走廊里狂奔的时候还是很心虚 还好老天爷照顾我 不然我可能今天真的被他拽回去也不一定 绍兮 今天得亏有你 来 解敬你一个 一杯啤酒下肚 我这才有回到人间的感觉 他笑得腼腆 挠了挠头 恍惚间 我觉得他就是当初我还在大学时期的临风 也是如此 只不过后来走着走着 我们就走散了 我有时候想着 他是什么时候变烂的呢 后来才想明白 有些人不是一下子就烂了的 他们一直都是烂的 只不过伪装得很好 没有让你看见他们烂的那一面罢了 巴自从地中海被我捏住把柄以后 在公司里看见我都是贴着墙走 生怕和我距离太近 听说那天晚上他老婆去警察局 领他出来的时候 又是撒泼打滚 又是吵着闹离婚 他被弄得心里焦脆 估计短时间内看见你的 都唯恐避之不及了 好事总是成双 国外来了一个外商 带了一个利润很高的项目 然后决定在我们公司和林峰 所在的那家公司之间 做一个选择 而我们带的团队 因为经验丰富 所以最终决定 使用我们公司 作为一方进行合作 据我所知 林峰现在挪用的公款 可不是他现在的工资水平 能还得上的 这一次的项目 如果他争不到 如果上面来人查账查到他 那晚 劳饭他可是吃定了 兔子急了会跳墙 狗急了也会咬人 我收到了张婉珍的消息 能方便出来谈谈吗 我没有拒绝 咖啡厅里他声味俱下 你一定要逼死林峰吗 你那么爱他 怎么就不能把你手上的项目让给他呢 他穿着一袭白色长裙 隐约能看出他小富隆起 我淡然抬起手中的咖啡 慢悠悠道 这个项目不是我现在说让就让的 是我们互相选择的结果 你也不要在这里哭了 我们已经签好了合同 如果我让了这个项目 该哭的可就是我了 可你最多只是丢了工作 可哥哥可要他的眼泪 跟不要钱似的往外貌 话说不出来 一直抽烟 像一朵委屈的小白花 在风中摇曳着 好像下一秒就要夭折 我翻了一个白眼 这人是不是脑子有病 听不懂我说的话 我再说一遍 这个项目我是不会让的 如果你非要跟我在这超超把火 我觉得我们也没有什么 聊下去的必要了 我坐式起身收拾东西就要走 刚扭头却被泼了一脸咖啡 你用什么语气 在跟婉珍说话 你也配 林峰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想必已经坐在旁边听了很久了吧 淡定地用袖子简单擦拭了一下脸蛋 轻蔑地笑出了声 你又是哪里跑出来的狗砸碎 他面色轻一阵红一阵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人善被人欺 马善被人欺 忍得太久了当然要爆发 还有 你泼我的这件衣服 一万三 现金还是转账 我露出专业化的微笑 有些时候谈钱比谈感情来得重要 林峰做事就要上前动手 还是小白花看着周边的人越来越多 这才拦住他 还不忘随手扔出一封请柬 我们过几天就要结婚了 你也来吧 看我们过得有多幸福 听着他狂妄自大的语气 我哑然失笑 他不会还觉得自己特别幸福吧 被蒙在鼓里的女人还真是可怜 说完他就拖着林峰走了 留我站在原地顶着一头被泼了的咖啡 我是一个牙字必报的人 今天被泼咖啡 明天我就把你送进大牢 两封邮件发了出去 一封是林峰挪用公款 吃回扣的证据 匿名发给了他公司总部 还有一封是地中海滥用职权 进行职场性骚扰的视频 还有录音证据 彤彤打包发给了海外公司总部 坏人永远不会逍遥法外 法律是一切行为的准生 他们必须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林峰和张婉珍婚礼当前 我去了现场 随了天地银行的一元纸钞 包在红包里 看着热闹的婚礼气氛 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有脸去请同事的 毕竟上一次的婚礼 我闹得可是够大的 我戴着口罩压舌帽 坐在酒席的最角落 听着林峰他妈 一直在台上不停夸奖自己有多能干 把林峰一个人从小拉扯大 还不忘夸自己在台下的儿媳妇张婉珍 真好 结婚之前就给我整一个大胖孙子抱 不像之前那个 要孝顺不孝顺 家里条件还不好 张婉珍在台上笑的脸都要僵了 她那准婆婆 还不停叙叨叨在台上搞拉踩 还是肆意打着哈哈 让林峰他妈闭脉 台下讨论的声音不绝于耳 我要是张婉珍 听见这种声音不就觉得是戳着自己几两骨在骂吗 怪不得张婉珍爸爸妈妈没有来 我之前听他们讲八卦的时候 知道张婉珍家境不错 父母都是领退休金的 也给他存了很多钱 但是不知道怎么的 就是不同意这门婚事 林峰之所以结这门子婚 可能是还想着得到老丈人扶持 但是张婉珍为了他 可是连爸妈都不认了 林峰一点好处都没唠到 只捞到张婉珍肚子里的那个球 三个人在台上各怀自己的心思 结了这门婚事 可婚礼还没结束呢 礼堂的门就被踹开了 是正义的警察叔叔 带着手铐 把台上的新郎关烤走了 为什么要抓我 凭什么抓我 林峰奋力挣扎 可哪里是警察叔叔的对手 不一会就被警察叔叔捆小鸡似的捆走了 林峰他妈站在一旁 死死护着他的儿子 拖着不让他走 被一旁协助的警察拉开 瘫倒在地上嚎叫着 有人报警了 说你挪用公款 吃回扣 教唆他人犯罪 所以请你配合我们工作 配合调查 如果你是清白的 我们会把你原封不动送回来的 但如果你真的违法犯罪了 我劝你还是坦白从宽 记录婚礼的摄影师 全程都拍了下来 他特别激动 这辈子还没几次机会能拍到这种素材呢 也是他最先发现新娘子晕了过去 纯白无暇的婚纱上渗出了鲜艳的鞋 快叫救护车 新娘子晕倒了 快叫救护车 一众人手忙脚乱 而我连头都没回就走了 上一世 我的孩子没有机会来到这个世界 这一世 我也不会让任何林峰的种留在这个世界上 肮脏的血液 不应该得到继承 地中海也被警察带走了 公司里被他骚扰过的女同事 都写了一封怜悯信 他现在彻底是出不来了 他的妻子跟他闹离婚 争孩子的抚养权 本来获胜的机会渺茫 但是出了这档子事 孩子判给前妻 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了 他进去之前给他骚扰过的女性 发了痛苦流涕的道歉视频 我看了开头几秒 实在看不下去 他那张肥胖臃肿的大脸 就退出了见面 最后也没有人原谅他 大家都知道 鳄鱼的眼泪 不值得相信 久在公司把最后一个项目 做好了之后 我就提了辞呈 提出辞职的那一天 上次跟我说了很多 升职加薪的事情 我摇摇头 人生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 我的人生不只有工作 走的那一天 收拾个人物品的时候 看着窗外的天 我都觉得顺眼了几分 以前坐在这里上班的时候 好像从来没有发现 我的位子竟然可以看到这么美的天空 我带的实习生们都不舍得跟我说再见 于姐 你走了 我们怎么办呀 于姐 祝贺你成功离职 于云 你有想好接下来干什么吗 绍兮自然地接过我手中的收纳箱 悄悄地把对我的称呼改了 没太纠结细节 我自然地跟他们说了 我接下来的计划 准备来一场为期半年的旅行 去草原骑马 去海边赶海 去看日照金山 去见我的人间烟火 周围的同事都在感慨我过得潇洒的时候 少年却默默记了下来 我踏上了远方的旅途 那是一种全新 我未曾拥有过的体验 也是这段时间 我开始做旅行自媒体博主 分享我路途中的见闻感受 也收获了一些粉丝 去玉龙雪山之前 我开了一场直播聊了我的旅行计划 有人羡慕我年纪轻轻 就有资本到处旅游 也有人夸我是美女主播 有气质涵养 还有一个叫美女老婆 快看我的用户 坚持如一地发我会去见你的 她的话实在让我印象深刻 以至于后面 我都不太敢分享自己的行程 我终于去了玉龙雪山 在踏上这片土地之前 我已经刷到过太多关于她的美貌 可当我真真切切站在她面前时 万语千言都哽在喉咙里 那是我未曾认识过的世界 我是如此深爱她 以至于当金色的光撒在她身上时 我几乎要落下泪来 风呼啸而过 一双脚站定在我的身旁 很美吧 我抬头望去 发现我的身影落在她的眼眸里 我找你很久了 终于让我找到了 是绍兮 你怎么 也在这里话还没问出口 她已经有些局促地打断我 鱼韵 我知道我们之间年龄差了三岁 但是老人不是都说吗 你大三豹金砖 我之前一直不好意思跟你表白 这才错失了这么多宝贵的机会 这一次 虽然有点唐突 但是我想认真地问你 你愿意跟我交往吗 或许是太过紧张 她朝我鞠了一个90度的躬 我在旁边一脸蒙圈 不太清楚这小伙是怎么了 这个我想我需要一点时间来回复你 她缓缓抬起头 脸色胀的通红 我会等你回复的 不是 哥们你纯爱战士啊 内心有一丝丝松动 她好像有点可爱 何少熙在一起了 她当时和我告白的视频被人传到了网上 一众网友直呼 好甜好甜 我拧着她的耳朵问她 这是你预谋好了的吧 她一边呲牙咧嘴 一边和我解释 姐姐姐姐 我的好姐姐 小的哪有那个胆子 我发誓这个绝对不是我干的 后来 我的旅行视频里都有她的身影 不过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我是大女主 大女主要有事业心 有事业心可不能靠男人 林峰最终被公司告上了法庭 她吃回扣相当于收受贿赂 而且数额较大 情节严重 挪用公款 数额较大 而且没有偿还能力 教唆他人犯罪 指使别人侵犯他人未遂 恕罪并罚 怕了十年有期徒刑 至于地中海 因为猥亵妇女 怕了三年有期徒刑 据说她当时为了减刑 把所有罪推到林峰身上 在法庭上看着他们狗咬狗 还是怪有意思的 林峰她妈接受不了林峰 要蹲班房的事实 宣判结果一出 直接就晕死了过去 后面拉到医院检查出来是中风 后面很有可能发展成偏瘫 张婉珍和林峰早早领了证 孩子没了 老公进去了 现在还要给婆婆把食把尿 我是她我就找个地方死了 她倒是乐观 宁愿跟父母断绝关系 也要照顾那个婆婆 简直就是现实版王宝串 果然 这个世界上恋爱脑还是多了 我去牢里看林峰的时候 她看起来很憔悴 但是见到我的时候 她的眼神是没有办法掩盖的恶毒 早知道这一世我就把你做了 留着你就是一个祸患 只怪我当时没有更狠一点 上一世你那么狠 就别怪我这一世 都是因果报应 果然她也重生了 她颓然 坐在椅子上没有说话 探监时间到了 我就走了 听说后来她在里面疯了 她那么白净 在里面不就是别人的谢欲工具吗 所有的一切都是报应 都是她应得的 和少西结婚是在我们认识的第三个年头 双方父母看过了都觉得很满意 我们的感情也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更好 结婚后的一年 我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宝宝 我们约定好了 要带宝宝一起去认识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美好 我会永远永远地爱你 于云 在周围里面 感谢观看